老闆娘,你这样谁受得了啊? 我要吃血糕 嗯,给奶啊 经常有人来过来欺负我 她打了我 老闆娘太性感有罪 穿清凉被举报关店还挨打 中国杭州一家超市,生意超好 大家都为了老闆娘而来 老闆娘,你这样谁受得了啊? 我要吃血糕啊? 吃吧,老闆娘 我要吃血糕 人家在这里拍 可不可以拍 可以拍 我要吃血糕 嗯,给奶啊 你帮我来 人家伯娘都说不要拍影片了 但男顾客照样PO上网 结果一堆敌沟蜂拥而来 变成热门打卡地点 甚至还因太性感被人举报 警察都上门了 相关部门调查后 并无顾望其微 但疯狂顾客 还是不断骚老闆娘都气哭了 我是洛家庄超市的老闆娘 这件事情然后出现了之后 经常有人来过来欺负我 然后刚刚还有一群人在外面 然后他打了我 你怎么碰到手 为什么碰到手 你怎么碰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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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友听伯娘支持穿意自由 但结果还是 这舆论的力量太强了 已经关门了 我靠 我有谁被铲子